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知道当亲人离开我们去海外时 这会激起我们的感情 我们在机场与亲人告别 许多拥抱 许多眼泪 如果你曾在德功参加过 新兵入伍的欢送会 他们进NS 我们就会看到通常不会表达爱的年轻人 会给父母一个告别的拥抱 但我们知道很快就不能和我们爱的人在一起 我们会想要表达我们的爱 耶稣也一样 他即将走向十字架 这使他渴望向他所爱的人 他的门徒 他自己的人向他们表达他的爱 从这节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爱 以及他的爱如何使我们去爱别人 我们来到我们第一点 耶稣 耶稣向门徒表达他的爱 在这里我们想要了解 耶稣对我们的爱 我们首先要先问 他爱的人是谁 耶稣爱的人是谁呢 在福音书中我们读到他所爱的人 我们上周读到他爱的马蜂病人 也有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 玛利亚 玛达 上周我们看到我们就像那位马蜂病人 他得到了耶稣的爱 我们也一样 耶稣爱所有类型的罪人 他所爱的是上帝的儿女 他的门徒 他的羊群 约翰福音十章三节说 羊听他的声音 他就指着自己的羊的名 领他们出来 我们是他爱的对象 我们是属于他的 我们拥有基督的名字 是上帝的儿女 基督看着我们说 我的子民 我的羊 我的弟兄 我的教会 我的身体 我们有时会忘记自己是谁 甚至当我们来到教堂时 听到牧师说 亲爱的基督徒时 我们也没有任何感觉 我们听到基督徒这个词 却仍然觉得与基督疏远 但这里第一节说 基督爱他自己的人 你是属于他的 他和他所爱的人很亲近 那你会寻求接近耶稣吗 基督来书二章十一节说 所以他称你们为兄弟兄 也不以为耻 基督是创造者 创造了我们 由于救赎者的救赎了我们 这就像双中所有权 他的双手创造了我们 他的双手为我们流血 何等的喜悦与安慰 这就是救赎主对我们的爱 那我们还有多一个问题 就是耶稣所爱的人 在哪里呢 耶稣所爱的人在哪里呢 第一节 说世间属自己的人 他爱的人都在这个世界上 那我们可能会想 为什么圣经在这边 会说显然的话呢 在这些经文说 他爱的人在世上 是因为基督这里 会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我们当然知道 他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世界 这个世界 但他所爱的人 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那记得圣经中提到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说指着新加坡 或美国这种世界 而是指罪恶的世界 耶稣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中 拯救了出来 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 我们还在这个世界 那么基督为什么要把我们留在世上呢 为什么做他的门主 我们还在这个世上呢 因为我们要成为世界的光 就像基督一样 在世界上做他的光 耶稣的门主被留在世上 以便他们能够带其他人来信耶稣 比如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 就是教会的基督徒带到教会了 对吗 所以你应该现在会明白 为什么基督徒还在世上 而没有马上被带到天堂 因为我们想为基督而活 向人作证基督 基督徒还在世上 我们还在世界上 这可能会想起来很危险 像那些把基督拉上十字架的人 邪恶的人 还有撒旦 他们会想追杀基督徒和我们一样 他们杀了牧羊人 他们杀了耶稣 现在又想要杀他的羊群 耶和福音十五章十八节 耶稣说 是世人肉恨你们 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 对于基督徒来说 会有迫害 会有属灵增长 但在我们思考这些增长之前 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是为谁受苦 为谁而战 是为了基督 我们必须知道他有多么爱我们 如果我们不能确信基督的爱 我们还能做什么阵仗呢 基督会向他的指明暂时他的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他为他们洗脚 他要展示他的爱 我们现在就看到他表达他的爱 我要先提一下这个洗脚的时机很特别 基督在这个时候他有很多心事 他的心情很沉重 第三节 耶稣知道 福仪将万有交在他手里 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 又要归到神那里去 是的 说耶稣要回到父那里去 多奇妙 但他要离开他所爱的门徒 他要回到天堂 但在此之前 他必须先上十字架 如果你是耶稣 知道自己将被钉上十字架 你会怎么做 我自己会花时间和自己读处 一个人读处 但在这最后的平静时间 耶稣到底做了什么 第四到五节 我们读到他开始为门徒洗脚 洗他们的脚 基督在这种情况下 他仍表现了他的爱 还记得上一个主人吗 我们看到他渴望向麻风病人 表达他的爱 这里也同样的情况 耶稣渴望表达他的爱 现在我们来谈 耶稣为门徒洗脚 以色列有一个 安脏脚的问题 人们会穿着羊鞋 在沙地上行走 因此他 你进门的第一件事 就是有人会帮你洗 你的安脏脚 洗脚通常是由 地位比较低的人 为地位比较高的人进行的 孩子为父亲洗脚 门徒为主人洗脚 而且同地位的人 不会互相洗脚 因此在这里 门徒来到这个地方用餐 他们没有仆人为他们洗脚 这时候大家都很忙 所以没有人帮他们洗脚 因此 耶稣在这里看到他们 他的门徒 看到他的门徒 这群门徒有 许多不完美的地方 他们的脚脑脏 他们很多肉点 他们头里有许多不明白的东西 就像我们一样 耶稣看了他们的不完美 但他爱他们 他知道他将离开他们 所以他想向他们表达他的爱 记得洗脚是 这个洗脚是门徒现在的需要 是他们现在的需要 他们的脚真的是很肮脏 所以耶稣洗脚表明他 关心他们 满足他们的需要 就是给他们 为他们洗脚 这个洗脚动作代表了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而死的大爱 约福音十五章十三节 说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他 亲切的爱 我们看到王来服侍他的仆人 为他们洗脚 这是一种不知高之大的爱 菲利比书二章八节 自由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春行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对我们来说 谦卑是很难的事 爱别人也很不容易 但基督对我们谦卑又慈爱 在福音书中 耶稣遇到很多人 耶稣遇到很多人 但只有一些人向耶稣表达 他应得的爱 即使门徒 耶稣在上十字架前 叫他们保持精神 但他们却睡着了 但这并不防止 耶稣向他们表达爱 他像你我 像那些常常对 耶稣冷漠的人 展示他的爱 爱是一种能力 当我们面对不可爱的人 这种能力会面临讨战 但爱人却不容易 但基督的爱 如此自由 如此强大 他爱我们 尽管我们有许多软弱 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基督就为我们死了 这是他的爱 即使我们认为自己不可爱 但我们必须知道 基督爱着我们 我们要记得 基督的爱 如此深沉 我可以 只信地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里 能够了解基督的爱 门族 不是一群可爱的人 他们彼此争吵 有时对耶稣的话 持怀疑的态度 心怀恐惧 我们和他们一样 不可爱 但耶稣比我们 更了解 了解我们的不可爱 但他对我们的爱 超出我们的理解 基督看到门徒 他心里在想 我爱他们到底 基督爱我们 我们不配得到的爱 他的爱 亲切无间 了解我们每一个人 门徒 安张的不是他们的脚 而是他们的心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要用自己的宝血 洗净他们的罪 多一点 当死亡 讲这一点 当死亡向我们逼近时 我们会花时间 陪我们爱的人 但我们知道 有人将要死时 我们会尽力向他 表达爱 无论垂时的人需要什么 我们都会尽力 几亿 但在这里 我们看到 耶稣在 临终前的 日子里 确实 是他 是他 关心门徒 他没有告诉门徒 我要死了 请为我 做这个 做那个 他甚至没有说 门徒们 我将去 向死亡 你们 愿意在我 临时前 为我洗脚吗 不 耶稣在 临时前 渴望表达爱 而不是 接受爱 临时前 他的爱 闪耀着 当耶稣 自己 要受苦的时候 耶稣 向门徒 表达 他的爱 耶稣在这里 是安慰 他的门徒 而不是 他的门徒 安慰 他 多么奇妙的爱 第一节说 耶稣就爱 他们 到底 我们如何了解 这一点 很简单 这意味着 他非常爱我们 他爱甚至 比大海 还深 也意味着 他永远 爱我们 到底 我们可以看到 他 最 痛苦的日子里 他 依然 爱 着 他的门徒们 我们 常想 我们 给别人的爱 可以更深 但基督的爱 不可能更深 因为他的爱 是完美的 他 仍然 爱着 我们 西伯来书 十三章八节说 耶稣 基督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我们 每个人都不同 但我们有 同样的需要 我们都需要 基督 他 呼召我们到 他那里去 就像我们 上周听到 那个 马峰病人 一样 我们知道 耶稣 已经 深入 天堂了 成为我们 伟大的 大祭司 这是 我们 感到 安慰的原因 因为我们 知道 我们有一位 伟大的大祭司 他 知道 我们的 肉点 他 在为我们 祷告 我们 为生活中 有许多 担忧 但有一件事 一件事 我们 不必担心 那就是 基督 对我们的爱 永远存在 基督 并没有 为我们 而死 然后 突然 停止 爱我们 他永远 爱我们 耶稣 爱他的 子民 从现在 到永远 他爱我们 到底 如果 这里有 不信 耶稣 的朋友 你必须 知道 耶稣 会拯救 罪人 你和我一样 我们在这里 看到 耶稣 为罪人 洗脚 这个 洗 罪人 的 这是 这个洗脚 是他 洗罪人 的罪的 一个 敷面 他的 门徒 并不是 义人 但他们 跟随 耶稣 相信 耶稣 被他 拯救 这就是 恩典 上帝 资子 来到 罪人 身边 今天 当你听到 他的故事 这个故事时 你必须 相信 这位 救世主 是能 洗尽 你的罪 的人 当你看到 自己的罪时 你必须看到 十字架 那是救主 为罪而死的地方 无论 谁来到他 面前 耶稣 都会 接纳他 在这里 听到 耶稣的爱 我想 我想让我们知道 我们该如何 回应 这奇妙的爱 我们来到 第二点 耶稣的门徒 必须表达 他们的爱 耶稣的爱 必须改变 我们在这个 世界上的生活 当耶稣 离开我们 去天堂时 他赐给我们 圣灵 与我们 同在 圣灵 彰显了 基督 对我们的 爱 圣灵还 帮助我们 杀死 罪恶 如果我们 爱耶稣 我们就会 想杀死 他为我们 而死的 罪 约翰一书 三章 亲爱的兄弟们 我们现在 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 还未 贤民 但我们知道 主肉贤献 我们必须 要向他 因为 必得 见他的 真体 反向他 有着 指望的 就 接近 自己 像他 接近 一样 接近 自己 不是靠 我们的 能力 力量 而是靠 耶稣的 圣灵 说到这 第21节 我们读到 耶稣心里 忧愁 因为他知道 门徒 犹大 Judas 会 背叛他 但是 作为他 被 被洗净的 门徒 但我们 当我们 对耶稣 犯罪时 耶稣也一样 忧愁 他把我们 洗得干干净净 但我们 却还爱 这罪的 污秽 因此 在下周 庆祝 圣餐时 让我们 带着 悔改的心来 当我们 听到 耶稣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 为你们 舍得 时 让我们 回答 在心里 耶稣 让我 献出 生命 来 侍奉 你 而不是 用我的 生命 来 侍奉 恶罪 我们 谈到 我们 门徒 是 还在 世界上 但我们 留在 世界上 并不是 为了 爱 这个世界 记得 教会是 基督的 父 信父 我们的 眼中 只有他 当我们 看到 耶稣 对 信徒的 爱时 我们必须 跟随他 去 爱 其他 信徒 在这里 耶稣 用他 所 拥有的 双手 为他 他的人 服侍 门徒 需要 帮他们 洗脚 耶稣 就这样 做了 这个服事 帮他们 洗脚 无论 其他 基督徒 需要什么 我们 也要 帮助 他们的 需要 第十四节 我是你们的主 你们的 夫子 尚且 洗 你们的脚 你们也 当彼此 洗脚 耶稣 说得很清楚 我们不能 躲避 耶稣 的 呼召 耶稣 给 给 给出的 不是建议 这不是建议 这是 命令 耶稣 让我们 没有任何 借口 这是 这个 向其他 门徒 做服事 这是对 我们 是否 是真 门徒的 考验 真正的 门徒 会想要 爱 他的邻居 其他 门徒 因为 真正的 门徒 经历过 耶稣的 爱 这种 爱 会感动 他们 去 爱 别人 很多时候 我们 不愿意 为人 服事 有 两个 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 不方便 帮助 别人 但记得 耶稣在这里 即将死去 但他 并不认为 服事人 是不方便的事 第二 借口 你觉得 自己不适合 帮助别人 但你看着 这个经文 耶稣是 主人 但他没有说 我不适合 洗 他们 他们的 脚 如果我们 没有 一颗 服事 的心 是不是因为 我们忘记了 耶稣对 我们的爱 耶稣的爱 必须让我们 爱 别人 我们要记得 教会是一个 团体 不是一个 俱乐部 团体和俱乐部 却有什么不同 在俱乐部里 你可以选择 与 之 交往的人 但在教会里 我们无法选择 与 谁 交往 但我们 是对 所有的人 给一样的爱 教会是一个团体 而不是一个 俱乐部 我们爱人 是因为 耶稣爱我 而不是因为 这个人 可爱 与否 耶稣的爱 让我们能够 自由地 爱那些 可能不可爱的人 记得我们自己 是最不值得爱的 不可爱的人 但基督 爱着我们 如果我们不像 耶稣那样 去爱别人 我们是不是在 说自己 比主人 更伟大呢 第十七节 你们既知道 这事 若是去行 就有福了 我最后 要说的是 最后一点 想象一下 如果 耶稣 就在我们的 教堂里 我们一定会 去服侍他 对吗 但耶稣不在这里 但他的身体 在这里 谁是他的身体 就是你左右 两边的人 教堂是他的身体 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 四十节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 这弟兄中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耶稣在说 耶稣在说 无论你 你为他的弟兄 服侍 什么 都是为他 服侍 无论什么 服侍 耶稣的身体 不在这里 但他的家人 在我们的 左边 右边 他的家人 他的身体 是教堂里的人 如果你为 王的家人 服侍 你就是为他 服侍 因此 让我们了解 耶稣的爱 并向人 展示 这种爱 阿们 阿们